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而且比新鲜的 在第三阶段吧 我们讲了很多的智慧型手机 也是EVA展当中推出来的 那是智慧手机 中高阶 但是呢 现在所提到的是 行动装置 薄杰 好像有眼镜 也有表 对不对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啊 这个EVA展 大家看手机之外啊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苹果 可能在年底会推出 这个所谓iWatch 所以这些人呢 又抢先的 在他前面推了 那我觉得这一次来看呢 其实都还是有亮点的 我想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三星推出来这个所谓 虚拟实境的眼镜 它叫做gearVR gearVR 这个是跟谁合作的呢 这个是跟之前Facebook 花大钱买下来 那一家美国的公司 这个它的英文名字呢 就是这个欧开头 应该是叫做 这个欧科这家公司 那它为什么要跟它买 这个来合作呢 因为其实三星 它可以结合手机 那另外三星 它有所谓家庭剧院的部分 我想这个东西 还可以做一个 所谓教育的这个功能 你可以看到这张画面上面 它这个 戴起来就像这样子 对 戴起来就像这样 那你等于是 就是说 其实我说真的啊 很好笑 我当然看到我觉得蛮蠢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呢 你在家里就是 坐在家里看电视 如果说你是3D电视 戴这个所谓3D眼镜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如果戴那个眼镜 到底看到的是 长怎样 什么东西啊 你就等于是你 自身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可以直接融入那个 比如说游戏的情节里面 什么东西都变3D 对 而且是等于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摄影棚 对不对 突然它画面一转 转到海里去 你可能直接感受到 我可能马上就是在 大海里面那种感觉 对 它可以呈现出来 是这种3D 然后而且很拟针的这种图像 我问你哦 如果我戴那个眼镜 可是我家的电视是2D的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电视 可是如果我戴那个眼镜 我们家我如果看电视 就变成了3D的影像 是这样吗 其实它是不需要荧幕的 这样子哦 对 它等于里面就是有荧幕的 它等于里面就是有荧幕 只是我说它可以配合你 家庭娱乐的工具来做的 哦 比如说这个一部电影 你从这个DVD播放 对不对 对 那你可能连上 透过这个眼镜连上去之后 你是直接在眼镜里面 观看这部影片的 对 那或者是你手机里面 有下载某个游戏 那可能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你可能就等于你真人在里面 玩这个游戏这样 其实它是要跟那个 您刚讲的Note 4 来进行使用的啦 对不对 它可以一起 可以一起使用 也可以分开来使用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的是说 它在这个展场有讲到说 是可以配合Note 4 但是也可以不用的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三星还有推了一支 这个所谓 智慧型手表的部分 这个叫做Gear S 那这一支表啊 我想最大的重点是在于说 其实智慧型手表啊 它的功能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运动你的健康 它最主要就是针对这三项东西来 那这支表最特别之处是在于说它是三星第一款可以插入这个SIM卡 作为通话功能的这个手表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讲博杰我找你这样子 对然后就打电话了 对就打电话了 我想这是三星的第一款 那这个功能还不错 就是蛮实用的 但是这一款手表只能支援3G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你看到它里面讲到说它可以下载这个超过1000个APP 所以其实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那再一个是说它在手表的里面的部分有一个所谓感应器 会侦测你的心跳 所以你在比如说你整天带着它 你的睡眠啊 你的呼吸 甚至你跑步的距离等等 它会帮你做一个记录 那我觉得这就有点像这个所谓个人健康管理的这种小的这种帮忙的这种伙伴就对了 对那另外的话呢三星推这两个Sony其实也不甘示弱了 我想Sony其实我们先来看右边这个好 它叫做Smartphone 这个是一个这个所谓智慧型手环再进化的部分 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它后面是Talk 这个所谓Talk就是说它可以连上手机 具有这个扬声器可以讲话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一支透过你的手机你也可以直接跟我对话 所以它是智慧手环 那智慧手环如果跟那个手机连线上 手环是可以对话的 对它等于是进化型的智慧手环就对了 对因为你看到它有所谓1.4寸的e-ink 就是电子墨水技术 e-ink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圆态 就是做那个电子子人那家公司 这种荧幕就是类似那一种 那它是属于比较轻量级 我是这样觉得 它是比较轻量级的电子手表的部分 但是它又是升级版的电子手环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呢重点就是 还是跟刚才那支这个三星的手表一样 它会记录你生活上你的心跳啊 你的呼吸 这个我觉得这是相当好用 那再一个啊 Sony的部分 这一次推出来这个所谓smart watch的部分 这次Sony终于学乖了 它搭配了这个Android Wear的这个系统 也就是说这是它终于要去用安卓系统 让这个开发者可以来开发相关城市的部分 它之前是搭配谁的系统 它自己的系统 它自己的系统 那另外的话 我想这一支表比较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表带是可以拆下来替换颜色的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就是说大家爱漂亮嘛 爱美 那可以这个带出来这个换颜色 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这几家公司 要针对这些相关穿戴式装置的手表做推广 那是因为根据研究啊 去年大概一整年全球手表的市场 大概高达600亿美元的产值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在今年甚至明年啊 相关智慧型穿戴的装置 应该还是会陆续有新品出来的 而且他们timing都抓得刚刚好 因为苹果iWatch还没推 全部都抢在苹果要推之前 赶快再推 不然苹果大军压境 大家都不用卖了 对啊 没错 那国内的品牌呢 也有人在推智慧表 一样在那个德国一发展当中 阿炒 对 这个双A的部分 都有推出新品 那穿戴装置的部分 特别是在智慧表 很多人不喜欢智慧表 为什么 看起来像玩具嘛 对不对 虽然年轻人觉得说 刚刚那个Sony的那个可以换 换表带看起来很酷很炫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那个 像玩具一样 开玩笑 几百万几千万的身价 我带一个玩具表 看起来 不是说那个不好 就像电子表那样 对啊 但是你看了华硕的新款的智慧表 你可能会改观 你注意看它 看起来 如果说我不讲那个是智慧表 你可能感觉不好 它是一个智慧表 而且它那个表带它是用那种皮革的 非常的有质感 那而且呢 它这个当然也是搭载这个安卓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而且它可以自动帮手机解锁 那可能 可能就是说你拿着手机都不需要动什么 你这个稍微一靠近 手机就立刻 立刻解锁 就可以播 就可以手机就可以用 不过我认为 会用表来帮手机结束 对 我认为应该是只能支援这个华硕的手机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Google的才行 那它可以协助你寻找手机 你可能手机放在哪里 不是很清楚 它可以帮助你找到这个手机 那甚至于这个遥控拍照 你把这个手机呢 这个放在 就不需要自拍神器了 也不需要这样子在那边拍很辛苦 这个稍微 这个可能有个按钮或触控 按一下 这个手机在那放在前面 按一下或什么的 它自动就怎样 就拍照 因为之前有听说那个智慧表 它的摄影机就是在那个表的前端 对 所以它前面其实全部都 人家才说隐私 很可能智慧表也会曝光了 对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也是当然会有隐私的一个问题 万一被害了 我在做什么的这个表 都盯着我看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将来也是有害客的这个问题 然后它比较好就是说 它语音辨识 也比如说你跟它讲什么 你跟它讲什么 它会帮你做一个执行 但是只限英语 英文的 目前只能直言英文 所以这个只有在欧美 大概会 难怪手 就是它第一波的一个发售 都是在欧美地区 那内建九轴感应器是基于身体的健康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运动时间 你今天一天运动了多少 对不对 你季步器 你今天走了几步 你燃烧卡路里有多少了 对不对 怎么会越来越胖 你稍微查一下你的过去一个礼拜的燃烧卡路里嘛 对不对 这个都是它的一个功能 那售价是7900台币 我想应该是还是在可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从国节到阿朝 可以知道这次的依法展 打的精神指标之一 一定有包括了健康 智慧表等等 不过说到健康有的时候出去走走 全家人带出去玩 车子 今天的育龙车法书会 阿朝 帮我掌握一下育龙法书会的重点 对 上半年合并营收是545亿 年增是32% 那上半年税后今年是14.9亿 年减35% 上半年一变是0.93 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合并营收 营收是增加的 那反而净利呢 是下降的呢 那基本上是跟这个日元 日元的汇率是有关系 除此之外 他在6月份 花了很大的一个行销费用 在宣导 在广告他的一个纳智捷的新车 对 但是你6月做大幅度的广告 你车子可能7月8月才卖出去 对 所以这个就是广告花在6月份 但是这个营收不会显示在6月份 所以这个公司是认为 下半年的EPS 应该是会比上半年还要来得好 今年估还是40万台 就是国内全部40万台 还算是乐观的 但是明年就不太妙了 为什么呢 公司说明年能够持平就不错 为什么关键在房市 为什么今年其实 这个车是卖的还不错啊 对不对 这个年初估大概38万台 现在今年大家都估大概40万台 为什么因为上半年房市太好了 那先前有买到房子的都赚钱 都赚钱我去买车子 就是一如反掌 房子几千万我赚了几百万 我去买个车子很简单 买不起房子的 我买车子啊 小确幸啊 所以为什么房市好 车市也好 那为什么公司认为 明年不太妙啊 因为现在房价 似乎有反转的现象 所以明年可能房价会不好 所以原先去买房子 它被套住了 那被套住就没有多余的钱 去再去买这个车子了 那原先不去买房子的 想要去买车子的 一看到房价下跌了 我不要车子了 我去买房子啊 所以呢 这个公司会担心 明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过以育龙来讲的话 因为它股价今年算是表现 没有说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那选举到了 育龙集团又是马油油集团 马油油概念股之一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它下半年预计比上半年好的话 股价是不是会动 那最近育龙集团稍微有在动 那刚刚为什么会扯到它是 因为它的车子是跟日本 买材料 日本啊 Nissan啊 它是帮 就是说它有一些车子是从这个 是跟这个日元有关系的 因为IM被进行小改组之后 发现到日元 呈现了重扁的格局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公司呢 在日本 它的消费啦 买卖啦 如果日元重扁 可能就会有汇差的问题 这刚刚阿常所提到的 掌握到了 但是呢 明天是礼拜五 明天的看盘重点 怎么掌握呢 长假前夕的最后一天 卖压都宣洩完毕了 所以我觉得下半场 这个真正的买盘可能会进场 那大家注意几个 路股不断的创新高 注意中概股 有没有突然特别转强的现象 如果有的话 可能是有人在布新的局 那当然 跌生的股票 刚刚顾大哥有讲过 像包括基亚 再生 名望时 这些前一阵子被吐口水的股票 最近增强 那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筹码相对来讲已经干净了 所以我们来讲说可能这个部分 它持续在攻的话 它会把整个那个力道战再度凝聚起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涨停 这个有一些反攻的股票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要再创新高 大盘需要什么呢 第一个要大力光 茂莲鸿海 因为我是把美国的苹果跟特斯拉 拿来台湾对照 这个是目前国际股市上面最重要的领头羊 那台湾这些股票也跟着做一个所谓的卖动 才有机会来做一个进场 那长假前夕量能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倒也不用太苛求 我们看K线的颜色 那这个地方来当做观察的重点 收到苹果美国股市呢 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